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花园用药 花园里的虫害是很凡人的,越是漂亮有香味的花就越是遭虫子 但是大自然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把虫子全都撒干净 自家的处理了,邻居家的也还是会来的 所以我们以预防为主,尽可能的减少虫害 之前我试过很多种自制的撒虫防虫药水 比如说自制肥皂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 肥皂水对牙虫特别有用,对其他比较凶狠的虫子效果就不强烈 而其他的自制防虫杀虫水有些效果一般,有些或者完全没用 我今年在参考了很多资料以后自己配置了一款杀虫防虫药水 今年这一款目前看起来效果不错,起码在我家是很不错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最近正是日本甲虫开始泛滥的时候,我又喷了几次 这一款自制的防虫杀虫水在春天的时候使得我家的玫瑰月季都逃过了虫害 虽然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没有虫子 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没有遭受虫害 确确实实只有很个别的花朵和叶子被虫咬了 其他完全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对日本甲虫效果如何还不知道,后面我会和大家更新 有机会我会再出一集说说看我家的花园小药箱里 还有一些什么防虫杀虫的药品 都是做什么用的,效果如何 希望大家喜欢 我这次用的全是我们家里一般都会有的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材料 比如说漱口水 另外还有就是醋,最好用白醋 我家刚好没有白醋了就用苹果醋 然后用洗碗液还有菜籽油 另外这次所用的材料都是我们人可以入口的 对人不会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同样的可以用在菜地里 比如说漱口水 当你漱完口以后总会有一些留在口腔里 另外就是洗碗液 不论你冲洗的多么干净 总会有一些残留在餐具上 所以使用这些的时候大家不用担心太多 在选漱口水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 一定要选这种有杀菌作用的 因为漱口水的品种很多 但是这种可以杀死99.9%的细菌 一定要选这种有杀菌效果的才有效果 这种漱口药水在卧马、药店以及Costco都有卖的 虫子非常不喜欢这个味道 至于洗碗液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哪一种都可以 现在来说说醋 对于醋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要求 白醋、苹果醋、葡萄醋都可以 尽量不要用我们的镇姜醋或者其他很浓厚的那些醋 稀薄一点会比较好一些 现在来说说油 我会建议用这种菜籽油 尽量的不要用橄榄油或者花生油 那些油的粘稠程度比较大 使得植物的叶子不容易呼吸 现在来看看我的配方比例 这个配方比例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也会把这个配方写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 供大家参考 这是一汤勺 一汤勺是15毫升 我们用两汤勺的漱口水 这个其实不用特别严格的比例配方 差不多就行了 当然你如果多太多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来加两汤勺的洗碗液 2汤勺的醋 1-1汤勺拌的菜油 这个油的作用主要是起附着的作用 可以粘在叶子上 所以加太多我自己觉得是不好的 因为叶子不能呼吸 我这里准备了1.5加仑也就是6沥升的水 把刚才兑好的那些液体倒进去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个一定要搅拌的很均匀 不然有的时候喷出来的液体太浓了会伤到植物 如果你只是小面积的喷洒 准备一个小小的喷壶就可以了 如果是需要比较大面积的喷洒 比如说高大的玫瑰花植株 就需要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喷壶 勾兑好的药水我们来试一下 这里有一只红色的甲克虫 我们往它身上喷一些 只有几秒钟 你看它就不动了 真的是只有几秒钟 已经撬掉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实际操作 像这种上头有斑斑点点的叶子 背后肯定是有虫的 你看到了吧 我们直接照着虫子喷就行了 这是两天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被损坏的叶子已经不会再恢复到原来没有斑点的样子 但是背后的虫已经完全都没有了 通常情况下 你看到这种斑斑点点的叶子就是有虫害了 就用一个小喷壶小面积的把它的正面反面都喷到 两天以后就可以看出来这些虫子都没有了 喷的时候有几个要点我和大家说一下 最后的时候我会做一个总结 现在我们先来说说看 第一次喷这些药是要在早春 在虫子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用一个大喷壶把所有的花都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的喷一遍 这种喷法每个星期都要喷一次 很彻底的喷 这样让虫子没有机会生长 如果在花苞出来了以后就尽量的不要再喷了 因为喷到花苞上的话 这些花可能就不会开了 当然如果花苞长出来以后还有虫 就可以用小喷壶有目的性的小范围的喷 就不要这样大面积的喷了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在喷的时候 一定不能在大太阳底下进行 尽量的在傍晚或者阴天的时候喷 如果你说早上没有太阳我想在早上喷 我也建议最好不要这样 因为等到太阳一出来被曝晒一天 很可能这些叶子就会受伤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卷起来的叶子 通常情况下卷起来的一定是有虫了 我们来看看下面 看到了没有 两个大牙虫长得非常的大了 这个时候赶紧的就要对着它们来喷 我们现在来看看两天以后的情况 两天以后我们把这个叶子翻过来看看 牙虫已经彻底的没有了 当然损害的叶子是不会再恢复了 起码它们不会再有更多的发展 这样我们就要达到目的了 现在来看看下一个例子 这个叶面上有一个虫子 我们就要把这个叶面以及周围的叶子 正反两面都要喷到 让它们无处可逃 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好的 第二次大面积喷药的时候呢 就是在第一波的花开完了 第二波花苞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这个喷的有一些晚了 花苞已经出来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喷还是可以的 只要尽量的不要喷到花苞上就可以了 大家都看过我的视频 今年春天我的玫瑰花开得非常好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预防和治疗的 很幸运的它们逃过了今年的多伦多大面积毛毛虫灾害 后面我们来看看对日本甲壳虫是不是也有效果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总结会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把配方写在屏幕上 第二部分说一下几个要点 我们先来看看配方比例 这个配方比例我也会做成文字的形式 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次大面积防治要在早春的时候 趁着虫子还没出来之前就要彻底的喷洒 每个星期要喷一次一直到植物出现花苞 花苞出来以后就尽量不要再喷了 如果有虫子小面积的喷洒就可以 还要注意的是喷的时候一定不要在大太阳下操作 尽量选择阴天或者在傍晚的时候 另外对于一年两次以上开花的花卉 比如玫瑰花 在第二次开花前需要大面积彻底喷洒来防治 最后目前我的菜地防虫主要是使用酵素 我有一个专门的视频说的是如何正确使用酵素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寻一下 这个自制的药水只用过小面积杀虫效果很好 很重要的如果喷药过后很快就下雨了 需要在下雨以后的第二天重新喷洒一次 不然就没有用了 还有药水最好用的时候配置新鲜的 不要一次配很多会影响效果 如果你不是很确认这个的效果 可以先配以小瓶小范围的试一下 如果觉得合适再可以大面积的使用 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专家 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经验 仅供大家参考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